你就回去 就下礼拜来继续再把它弹好 就照我的步骤 你低调的时候 你低调的时候 就是要把音给抓出来 先抓一下然后再唱 不要拿了和弦就直接弹下去 这很重要 非常一定要把它弄好 你们都弹得很复杂 那天我记得那个谁 好像莉莉也弹得很复杂 Double Soul那种 很快 就是一直想要向往那种 其实应该把这些基本的东西 搞通的 后面就好比那个谁 也是一样 那个谁 上次弹那个新同学 就Angela 对 她问我说 像比如说像她的话 等于说弹琴的时间 好像比你们这里面所有同学都少 那一上来 因为主要看我在弹这个 好像很炫的样子 就想要弹这些东西 她真的很用功 上去还就是把影片丢给我看 问我说老师这样对不对 我真的我也说不上来 就是因为你要从基本 你要从那个 比如说我们讲 我上次也讲过 那个 这个Double Soul 这认证三一四七对不对 先把它弹稳 你要先把这个弹稳 然后最后再 那个点在里面的一四七 一四七的点 这个是这样的 这个其实也是一四七 这个就是一四七 然后后面一四七 一四七仿佛 后面一四七 一四七仿佛的在用 所以你不要 就是这样练完之后 就跟那个莉莉上次 也是丢一个给我看 也是很复杂的 好像很厉害 你们就弹这些东西 结果那个基本的东西 那个拍子 先把这个 你如果说是 先把这个拍子 先把这种 一步一步来 先把strize 我不是讲吗 Double Soul 先从一拍一拍打 没有切分音的 然后慢慢有切分音的 对 然后甚至于就这样 然后再来就是 然后把它能够唱得出来 拍子能够 这种拍摄 这种拍摄是 这是一四七接二五八的 然后再把这种拍摄 然后等到这个已经很熟了 然后你就把那个九度用上去 所以你要先把这个搞通了 这个是 它是一四 一四接二五八呢 一四七啊 把四的点省掉 对不对 本来是 本来是 把那一四点把它省掉 然后二五 这样练上去 然后等到这个 那这个是怎么样的 其实这两拍就是一四七的点 一四七的点 把第四点省掉 然后后面那个 就一四七 前面两拍一四七 后面两拍一四七 连在一起 所以你假如说你前面 前面 这就是一四七 然后你假如说重来 你不要这个 然后一开始就这样 所以一四七的点 你们这两个点 就是一四七的 这可以一直仿佛练 单独的用 这样的 你就 那一四七的点 你要首先会背 召唤召唤icação 叹唵掦唤 变是四个点 变三个点 四个点 三四点了 背着滚刮烂熟 我现在讲这些 对你们来讲 头头有点晕掉 但是我一直强调 就是说 先把基本的东西弄好 不要急 一看人家弹得很复杂 哇 这个很炫 你也想要练这些东西 就算你练完之后 因为你还不知道 到底是来龙去脉是什么 就练完之后还是很虚 弹出来东西还是很虚 你不知道自己是 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那问我我也无从说起 我不知道是对还是错 我也不知道解释的半天 你可能还是听不太懂 好吧 赶快看一下 反正你们我都会从 现在都会剪片的时候 都会单独把你们剪下来 然后变成 以后你们随时都可以上去看 这些资料是永远存在的 然后看看蹦好了